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章节 清热剂 清热剂是一个特别大的章节 里面的药物呢也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分值比例呢也稍微的多一点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有那么多的方式 它的分值也不过就在三造五分左右 所以说我们还是把它的分值比例高的一些章节 我们给予更多的注意 那好 这个清热剂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如果热鞋特别重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用法了 就是我们刚在前面的总论里面曾经提到的 当病重鞋肾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现药病相机出现病人的巨药不受 所以在这一部分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啊 有些药物里面可能会有反左 那反左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 一个我要配进去那些与军药药性相反 而作用相成的药物 其实还有第二个作用 还有方法 就是我可以通过服药的办法 比如说我现在要治热症 热症我肯定要用药性含量的药物 那如果我要用伏法要来反左一下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含性的药物 可以用热服的办法 热服正好顺其并行 所以这也是一种伏法的反左 好 先看轻气氛热症 轻气氛热 轻气氛热肯定针对的是一个气氛热胜症 那气氛热胜症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八虎汤了 刚才我们在之前讲这个银翘散的时候说了 新凉瓶记是银翘散 那新凉重记就是白虎汤 白虎汤有四大症 大家都很清楚 深大热口大渴 大汗出卖宏大 好找一找啊 壮热 凡可 汗出 卖大 找到之后又没有虚向的表现 那首先选择白虎汤 白虎汤除了清热泄火以外 还有生金的作用 尤其是其中的织母 肯定就有生金的作用 而且这石膏有干还生金的作用 金米和干草 实际上也起到了 尤其是其中的金米 也起到了一个盒中 同时有一定的不易 精业的一个作用 好 那在这个里面呢 为什么要非得要用制干草和金米 因为取糕是一个金石制重制品 容易伤及脾胃 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护脾胃的一个作用 这条方子的可说的地方并不是太多 虽然说它特别有名 真正的容易烤的地方在哪里 在竹叶石膏汤 竹叶石膏汤也是气焚热症 但是 有几个地方我们是要提到的 首先第一个 他说的是什么 伤寒温热 鼠病后期 鱼热未清 首先强调的这个鱼热 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这么来分析 它就是一个气氛热 气氛热是什么特点 就包括前面的石膏 那个白骨汤也是 气氛热症是一个鲤热症 区别于表热 当有鲤热症的时候 是有深热 同时就有汗出的 因为鲤表无邪之后 热一旦征腾今夜外出 它就会推动今夜出于鲤表 所以鲤热症的特点 也就是气氛热症的特点 就是一个深热的同时 半夜有汗出 所以你看这张方子里面 还是深热汗出 加上口干洗液 那就是口渴嘛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我不管你怎么描述的 什么伤寒温冰鼠热 但是最终我关注的核心点是 你现在还有气氛热 没有清完啊 但是同时还有什么 还有 蛇虹少胎卖虚说 一定要留意这七个字 这七个字 再说明一个问题 蛇虹少胎应许 卖虚是气虚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七斤两伤症 竹叶石高汤光有气氛热症 还有七斤两伤症 好 嗯 这么来说 七斤两伤症里面 我可以来清热 同时呢 我还可以补阴 当然金米干草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人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症状 就是气腻育偶 这个症状一定记下来 这是一个极具鉴别 要鉴别力的一个 病症的描述 气腻育偶 气腻育偶说明胃气适合 所以不要用苦寒的织母了 换掉之后加的 竹叶 好 如既然有气腻育偶 我现在需要降腻植偶 所以用到了半夏 所以这张方子里面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药物 极为特殊的药物 就是半夏 但是半夏比较糟嘛 所以要注意 半夏和麦冬的比例 应该是一比二的比例 半夏为一 麦冬为二 这个地方 千万千万要留意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看到了这样题目 说竹叶石高堂当中 半夏与麦冬的配五比例是 一比二 二比一 一比五 一比七 等等等等 这样的 第一个要记住 他们两个比例是 一和二的关系 再有一个地方 不知道坑了多少人 就是一定看清楚 谁在前 谁在后 看清楚是麦冬在前 还是半夏在前 这个地方要错了 那太可惜了 好的 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说到这儿 一定要留意 我也给大家挖了一个 小小的陷阱 一会儿说到的时候 我一定会再祈祷这一张 竹叶石高堂 好 接下来我们看青银汤 青银汤和西角地黄汤 我们都放到了青银凉血里面 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 因为银分阵和血分中的传变非常快 很快的就能够传遍到 从银分传到血分去 但是从气分传到银分 这就是可传可不传的问题了 好 那进入到银血分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什么时候能够判断 我是不是该用青银汤 或者西角地黄汤了 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斑枕 第二个是神志 好 接着说 斑枕和神志在银分和血分是不一样的 在银分症刚刚有一点点因热而形成的 要出血的迹象 银分症只能见到这四个字 斑枕 隐隐 而一旦这个热进入到血分 热破血旺形 它的出血一定会重 而且因为热很盛 它的血色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血分症的时候 见到的是斑枕 紫黑 好 当注营分症 再看神志啊 当进入到营分的时候 新主营 确实进入到营分了 那时候会出现一些扰神 所以这个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神志的昏迷 但是昏迷的比较轻 所以他的症状叫做 石有瞻语 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有的时候说胡话 有的时候不说 这就叫石有瞻语 而进入到血分症以后 新竹雪 当血分有热的时候 一定会扰乱心神 这时候他的神志就会昏迷的非常厉害 叫神昏 瞻语 好 下面我们说回来 在任何情况下 你见到斑枕隐隐 石有瞻语 楼梯是斑枕隐隐这几个字的时候 直接选青银汤 如果见到斑枕紫黑神昏瞻语的时候 直接选七角地黄汤 这都是非常标志性的见别要点 好 我不管你后面说了多少句话 最重要的辩证要点 就这八个字 再有 热入银分之后会有蛇降而干 进入到银血分以后 才会有蛇降的问题 所以蛇降也不是经常会出现的 除了银血症以外 还有后面的 因为温弱病逆传心包以后 也是影响到血分了 蛇肢可能是降 还有热急冻风的时候 因为它影响到肝了 所以它的蛇质也是降的 那就是西角地黄汤 所以只有这几个病症 那后期的时候 因为热上金叶银血分一直传遍之后 到了后期 到了金叶大亏的时候 那个大定峰珠症里面有蛇降 其他的地方非常少 几乎没有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 轻银汤经常会烤的地方在哪里 必然有银份热 轻银解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的时候热度一胜 你不光是要进入银血 你连有个咽喉肿痛 你都要解毒呢 再有一个 入银有可透热转气 这是夜天式治疗银份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 所以要透热 养银 好 透热用什么来透 什么来透热转气 两个首选的药物 答题的时候 两个首选的药物 银花和莲销 如果给你三个药 再加上毒液 其他的药不要选 这是透热转气的代表性的药物 再有一个养阴 因为它养阴的药物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组成 增蒂 麦冬和玄参 实际上这是一个增叶汤的组成 在很多房地里面都可能会配物 增叶汤的组成 所以大家要留意 增叶汤曾经用到过哪些方子里面 它的组成药物用在哪些方子里面 好的 记住了 这个青银汤里面 它也在方格里面有一个单字 记住它是单身 因为它是单身是入心的 是入营的 所以说用单身不用单皮 好 青银汤的重点呢 我们就这些 注意它的透热转气的一个用处 好了 这个一般的最容易烤的就是透热转气 好 刚才说的 鉴别要点 班诊 隐隐 石油专语 说酱 后面的这一些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 七角地黄汤 七角地黄汤是治疗血分症的一个代表性的方计 刚才呢 我们说到七角地黄 这个地黄啊 其实刚才我引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养阴的时候我们用地黄 但是地黄在这两张方子里 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养阴 而是凉血的 好 那我们这里面 知道了七角和地黄以后 还有少药和单皮 少药和单皮呢 两个既能够凉血又能够散瘀 因为出血而 离精而没离体的血就会成为瘀血 所以既要凉血又要散瘀 正是因为这两方面都有 才使得七角地黄汤症的功用 成为一个非常容易烤的一个地方 好 除了我们说的 哎 半针紫黑 神魂詹语 这样的症状以外 因为还有热伤血落 热破血忘形 所以各种各样的血症 半见有蛇酱的时候 也可以用七角地黄汤 而且虚血 瘀 虚血瘀热症 也可以用七角地黄汤 这就是又是我们见到这些复杂的治疗病症 那什么叫虚血瘀热症 它的特点是什么 两个词 善喜望如狂 素水补于烟 素水补于烟 这是它的下胶的 虚血瘀热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这个比较容易记 因为比较有特征 那我们主要的七角地黄汤就是治疗血 肉肉血分症 功用 大家多看一看 清气分热 我们讲了两个动点 一个是 白虎汤 是治疗的纯实而无需的一个病症 那 竹叶石膏汤呢 是治疗除了有气氛热症 还有七经两伤的病症 而且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伤及胃气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清淫欲偶的症状 在清淫凉血里面讲了两张方字 清淫汤和洗脚地黄汤 清淫汤更多的强调的是 透热转气药物的一个使用 而洗脚地黄汤要注意 离经未离几的血 需要凉血散余 接下来我们看 清热解毒 热解毒里面有一张 最基本的方子就是 黄连解毒汤 黄连解毒汤 上中下三胶病治 自然治疗上中下的三胶火毒症 其实有的时候热毒 一旦说到毒的时候 它既有气氛的问题 也有血氛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它既有大热 烦躁 又有吐血 据血 甚至还有发斑 但是呢 你看 它既有烟干口罩 又有下粒 湿肉黄胆 所以你会发现你似乎分不清楚 它到底是病位在哪里 上中下三胶都有全身的症状 那就选择 三胶火毒支生症的治疗方计 用清黄连解毒汤 黄连解毒汤就是泄火解毒 这是它的一个功用 嗯 这张方很简单 就是一个只子 只子 它还可以清三胶的火毒 引热从小便而解 这是一个特点 好 在秦连摆 因为它秦连摆并用还加了只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派苦含直降之品 所以我们也把这张方子 这种配物思路 聊热症的时候 叫做苦含直折的代表方计 苦含直折的代表方计 所以如果我们有人问的话 说苦含直折的代表方是谁呢 要知道是黄连解毒汤 好 接下来我们看梁格伞 梁格伞也一样 它的一个清热的力量也很强 但是热症也很重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有一点点特点 你看它在描述的时候 烦躁口渴 面赤唇胶 胸隔繁热 口舌生疮 夜窝不宁 烟痛 苦虑 讲了将近两行 讲了两行的一个正后 你会发现它的重点在哪 是不是在胸隔 或者胸隔往上啊 所以说 这个时候是中上二胶的 斜鱼胜热症 跟黄连解毒汤不一样 黄连解毒汤它是上中下三胶 并未有不同 那这里面便秘搜赤 就说明了热伤今夜之后 形成了今夜的损耗 大便干解 好 如果有并未如此鲜明的特点 尤其是我们注意是什么 他说到的这个胸隔反热 正好跟两隔散的方面可以对上 好 那既然如此 我们会发现 蟹火通变 刚才的黄连解毒汤叫蟹火解毒 其实这个换蟹火解毒问题也不大 但是有一点啊 这张方子虽然下胶的症状并不重 但是我们在方迹当中却看到了大黄芒霄和甘草 这几个药我放在一起叫什么呢 是不是叫调味成器啊 没 明明我的下胶症状不太重 但是我用了调味成器 这是一个用方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用法 叫做以蟹待青 所以你会发现它在公用上面写出了 青上蟹下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词汇 这张方子也被称为以蟹待青的代表方计 以蟹待青的代表方计 好 其中配舞的是因为它要清热 所以它配舞的是调味成器 而不是小成器 好的 那我们看这张方子里面啊 还有一个特殊的药物我们需要掌握呢 既然叫凉格散 如何去凉格里面重用莲翘 莲翘擅清凶格之热 而且它具有散结 透散嘛 透散的时候 第一个可以使得邪气从上交而解 另外一个它可以散除热结 好 这是两张清热解读的 还有一张清热解读的方子非常特殊 大家看一眼都能记住 普及消毒瘾能够治疗什么呢 能够治疗大头瘟 大头瘟 其实就是一个瘟疫 所谓的瘟疫是不是具有传染性 所谓的传染性在中医里面其实就是一种毒的一种表示 用毒来表述它 那怎么叫大头瘟呢 传染病肯定是从外而来的 所以在早期感染的时候有乌寒发热的表现 好像有这个表证 但是很快的它就会出现头面部的肿大 所以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头面红肿心痛 像长窗帘一样的这个头就肿起来了 但是它的局限性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以头面为主 甚至说咽喉不利 但是有的时候它不会再扩散的太多 顶多了还有一个这个 属于这个胸部也会出现肿胀 也会有 但是不会太久 红肿心痛只有在两个地方会出现 一个是外科的胸痒 这长一个钉疮 那长一个 胸肿 接钉 这些东西可以出现红肿心痛 除此之外 只有在 伏极消毒瘾里面出现头面红肿心痛 这个头面红肿心痛一出现直接选 伏极消毒瘾 好 那我们看到既然是以热毒为主 我们自然要清热解毒 但是从外来的血气一定还要输风散血 所以以清热解毒为主 同时兼有出风散血的 那是普及消毒瘾 那我翻过来 前面要清凉透表清热解毒呢 是不是瘾敲散啊 所以要随时跟前面的方子进行间别 那普及消毒瘾里面 我们要知道黄金和黄连并用 我们出现黄金黄连好多次了 我们要知道哪张方子里有黄金 哪张方子里有黄连 秦连并用的是哪里 连摆并用的地方 有什么 还有黄金黄连黄摆都用的 有哪些方计 这是容易考到的地方啊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这张方子一定要背过它的组成 非常容易考组成 而且考组成的时候考什么 一个是黄金黄连 另外还有一个爱考的地方是这 生麻和柴胡 生麻和柴胡 这个地方 引药力上达于头面 属于洲级之气是一个 而且生麻和柴胡本来就能够清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要使得在头面部的热度 这么重的热度来散掉 有一个制法叫做火域发肢 所以说这又是一个火域发肢的用法 前面我们再讲 麻青干事汤的时候提过 那这个地方的火域发肢 就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火域发肢了 好 注意这张方子里面的配武意义 刚说完先方活命影 我们就看到了 你看先方活命影是治疗外科的臃肿疮毒的 你看外科的阳性胸阳要创肿初启才好 初启只不过是说我现在有臃肿出来了 可能也成农了 但是还没有溃破 这叫初启 溃破以后是不用先方活命影的 那好 你看他如何描述的 红肿心通 没强调是哪里吧 尤其没有强调头面 所以说 这个时候这些特殊的一些问题可以 我们来鉴别 深热领寒 其实就是乌寒发热嘛 只不过他用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词汇 什么憎寒壮热 深热领寒 这些词汇一旦出来之后 我们就更好鉴别了 这张方子 因为它是臃肿窗读里面专用的 我们也把它称为 阳科开手攻读第一方 所以它肯定要轻转解读 庸阳嘛 要消肿 看这里 溃坚 这就涉及到我们开始说到的 长庸 长庸叫 散结 消肿 这里面呢 消肿 溃坚 外科 庸阳可溃 内用可不能够随便的亏 好 活血 止痛 你说我这么长的一个功能 记不住 那 阳性的庸阳要轻热解读 可以记住吧 好 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偷懒的办法 我们在 方计里面 能够有 三组 三组词来描绘一个功用的 不超过四手方计 一共就不超过四手方计 四分之一 你还记不住吗 而且四分之一里面 以轻热解读作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功效的唯一一个就是 先方活命隐 所以说 这个其实是更简单的 三组 词来描述一个功用 以轻热解读为主 那就是 先方活命隐的功效 好吧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组成 以及它的配武意义 这里面非常重要 我们会发现有几组特殊的药物 你说金银花 你能不懂它是轻热解读的吗 这个防风和白纸可能需要说一下 这里面没表证 干嘛要用防风和白纸 因为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啊 邪气在于鸡表 我要开凑理来散邪 所以 这一对药 需要大家 注意 什么赤勺啊 加上一些什么 其他的 穿山甲啊 这样的药物应该当归尾 应该 活血化育没有问题 但是 有两个药物 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它干什么用 天花粉和贝母 天花粉和贝母应该是生精润造 散结化痰的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恰恰利用它 轻热散结的作用 来加强它 消除臃肿创毒的 肿结 这两个药物在这里 是用来消肿散结的 而造脚刺和穿山甲 是具有透浓作用的 所以每一对药物 它都有它的功效 所以说 我们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可能是需要来看一看的 好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问啊 对于基宗金剑的 对于评述来讲 他可能会这样来出 说 创庸之圣药 外科之首方 是指 一定记得 是先方活命 的 那这一张方里面 我们需要重点来掌握的内容 就这么多 再强调一下 创阳已溃 千万不要用它 阴性的用阳 也不要用它 是阳性的用中创毒 好 在清热解读的里面 我们就讲了这四张的 这四张的方记 四张方记里面呢 我们最普通的 一张 三中下三胶 火毒之胜的时候 用黄连解读汤 如果以中上二胶 胸隔反热为主 口舌生疮 为代表的 那就用凉额伞 还有几个治疗 红肿心痛的 头面部的红肿心痛 甚至是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那好 大头温的代表性的症状 用普及消毒瘾 没说是哪 穿阳 雍阳 红肿心痛 好 叫 叫什么 叫身弱 领寒 这种描述多特殊啊 那就 先方 火命瘾 不 libr Mus Mexico 嘞 要 为